今天是8月4日星期四 市經過昨天的大幅下跌 今天又斷定了 其實是因為大市正處於急升後的 技術上的調整之中 所以市況會比較反覆 期間因為指數大部分時間 都在21,800、21,900左右 相對整個升浪來說 這是一個高台 直到這一刻都是屬於咬著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看看升浪 由6月24日的低位19,662點開始起計 到7月26日的高位22,300點 其實恒指在四個星期多一點時間 已經是升了2638點 所以在一個稍微超賣的情況之下 消化一下整固一下是很正常的 問題就是要跌多少 用傳統智慧計算一下 說升了2638點 調整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是21,420點 就是說仍然站在250天線上 因為250天線已經跌到21,239點 剩下的就要看成交金 這一點大家要看到 整個升浪到現在為止 都是不配合的 就是說成交根本上不量例 有些人就說成交不量例 為什麼市會上升呢 其實應該可以這樣看法 我試試從一個中期的走勢來看 由於6月24日低位開始的反彈或者上升 恒指10天和20天線都分別成功突破了250天線 就是說這個技術上的反彈市 可能不是一般的反彈員即刻散的事 是一個中期升浪的開端 以一個中期升浪大概升10到12個星期來說 就是說6月24日開始的上升 可能會反覆延續到9月9月中 甚至乎是9月底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現在這一刻 就是有少少整固是很正常的 況且由於大家都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中期升浪 當然是深大深小的 變了在低位上來 市是沒有什麼成交 參與者是比較少的 的確如是 英國脫歐當日指數先跌1372點 最低到19662點 但是收市那一刻 已經回到20259點了 但是問題就是 這麼大件事 這麼大的黑天鵝 破了進來 大家都是看一兩天 很正常啊 怎麼會說 立刻趕快去買 這個我想是很少見得到 因為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後天發生什麼事 問題就是 有些資金已經先行偷步來 買了東西了 好了 往後剩下的 例如蘇格蘭 可能要搞公投留歐 愛爾蘭搞公投留歐 大不裂瘋變小不裂瘋 但無論如何怎樣也好 一定對英國的金融 各方面是利淡的了 但是即使是這樣 市場一早已經預算了 同當日大家 包括我在內 都認為英國是會留歐的 誰知道突然間脫歐的 那一下撞擊力是大得很厲害的 好了 到現在這分鐘 大家已經接受了這件事了 知道一定是反復大遠 而且是稍微偏向於比較淡的 但是問題就是低位 大家都沒有買過貨 變了上來之後 根本上沒有獲利回套 好了 至於收沙子的貨 又未見家鄉 我舉個例子 匯控這兩天升得很明顯 最高達到十五十三個多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 你是五十八、六十、六十、七十元賣的 何時見家鄉? 未遲 即是說 就算升多一千點八百點 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四個字 是感覺良好 打開倉計算數 本來輸十萬 現在輸七萬 過多兩天輸少很多 輸五萬五而已 其實自己覺得舒服很多 但是真正的家鄉價仍然很高很高 造就了大市 未到家你又不會沽 市日升了二千多點 又五份去買 令到入市的意欲又不是那麼高 想買 但是升了那麼多當然不追 不過我們從理性的角度去看 這一陣性上來是騰訊 或者是港交索 那些限先一步 但是還有很多藍草落後 例如匯控恆指成分佔10% 中行、公行、建行加上佔15.7% 中人壽和平保加上佔5.7% 只是這六隻成分股佔恆指成分 已經31.4% 如果他們稍微做好一點 是絕對絕對可以令到大市 再秋頭而上的 只是說這一陣秋頭而上 就是中期升浪正式出現的時間 成交金額能不能夠配合 當然知道在頭一輪的上升當中 深大深小交投少可以理解 但去到後一個階段就不同了 因為你不可能永遠都是五六八億成交 市場一直猜上去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記得的話 前年10月佔中 當時大家深大深地未見過 之後的市場在2萬2、2萬3、2萬3、2萬2 奧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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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到去年4月份 開始有2,500億成交 想到未想過有2,500多億成交 但真的看到 結果市場就沉一聲 穿破2萬5 就值剷到4月27的2萬5,589 即是說市場要空、要撞、要救旺 成交金額不能少 現在這一分鐘老老實實 好像是打油擊一樣 不過怎樣也好 只要沒有太多壞消息 市場真的跌不下 這是事實 況且今年的市場 已經出現一個先低後高 低位是2月12月18,218 按把尺來量度的話 以22,300點是高位計 今年的波幅只有4,022點 很小 基本上不能夠滿足整年的要求 簡單說 指數如果不再低於18,278點 更加高的指數 是必一定在後面 大家儘管看看 好嗎 講到這裡 我要去九種那裏分享講座 明天收時之後再跟你聊